从事美睫行业有十年之力的郭立祥表示 会选择来就读药保系硕士班 是因为希望在专业领域上 用科学的角度去证明论述的正确性 带给顾客更专业的服务 我为什么要来就读硕士班 是因为我在美业这个行业当中 已经约莫十年了 那么我大部分从事的工作性指示 教学还有做服务客户 那在过去的年代中 很多人会说你不学 你不想读书你就来学技术 但是现在其实大学很多的大专院校 都已经开设了非常多的 美业相关科系 那么让我们可以培育这方面的专才 科技真的是非常厉害 在AI这个部分我们是觉得说 每个方教师 他对于方疗的资讯 他可能就是可以马上的去很清楚 而且可以做复制 那再也就是说你不懂的地方 AI这个区块可以帮助你 快速的对于这个区块的领悟跟成长 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 不懂方疗的人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要用植物与食品保健学系紧扣科技趋势 推出了全国首创的人工智慧方疗专论课程 培养兼具AI应用能力与专业知识的高端人才 为方疗及美业市场注入展新的竞争力 那能够智慧方疗专论这门课呢 结合了AI技术与方疗法的应用 通过数据以及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帮助学生设计更加个性化的方疗配方 来提升这个临床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准确性 也欢迎对未来充满抱负的民众 加入大一大学这个大家庭 共同开创职场的新局面 张化人张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